这几天美股被炒爆了 原本高度机构化的美股市场 杀入了一大批美股散户 把原本奄奄一息的线下游戏商GameStop给炒爆了 并高喊出了Short Squeeze机构投资人的口号 坚守多头阵营 把一项主导市场的多家对冲基金逼上了绝路 但其实近几年兴起的Robinhood美股散户 其实有非常多种 我们今天就来盘一下这群自杀小分队 哦不对 美股散户投资者 第一类Wallstreetbets Wallstreetbets是美版虎部Reddit 一个subreddit论坛 里面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散户投资者 有刚刚领了失业救济金的30岁宅男 也有住在爸爸妈妈Basement里面的失业大学生 这群散户聚在一起 目标只有一个 梭哈看多期权 单车变摩托走向人生的巅峰 别跟老夫说技术分析 梭哈就是干 当然 多数人购买了近期过期的 价外期权call option 单车并没有变成摩托 这次的GameStop AMC的自杀式逼空 就起源于Wallstreetbets的疯狂 Wallstreetbets崇尚高收益高回报 但往往输的裤子都没了 第二类工资党 很多领着工资的职场新人 隔空看着很多Wallstreetbets大神的 YOLO 缩花财富时 越越欲试 但苦语需要老老实实养家户口 盘算着应该把工资放在LA 还是Roth IRA Capital Gain Tax 怎么样算才能减少几个percent 手里读着Ridelio的Principle 心灵鸡汤 一边信奉着Warren Buffett 玩价值投资 一方面又追着Kathy Wood 暴涨了ARK基金 说到底 还是钱包不够深 不过更惨的是 有一些公司不允许买卖特定的股票和期权 导致工资党只能看着别人赚的盆满钵满 自己却参与不进来 第三 Feed Again 这些是喜欢做庄的期权卖家 和Wallstreetbets的YOLO 缩花不同 这些人的账户起始资金高 风险承受力 第一 喜欢做庄家 收premiums 如果说缩花党最大的敌人 就是价外期权 在时间内过期 那Feed Again 最大的朋友 就是时间 在期权中 Theta 就是Time Decay 时间越长 ThetaGain 赚得越稳 当然 卖一手Amazon的Put Option的冻结资金 也不是多数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所以 ThetaGain的策略 每次只能赚一点点小钱 但稳定的方式 就能让他们暗绰绰的 寄少成多 这次的美股全面 A股化 散户化 大家怎么看呢 留言区告诉我吧